包厢外越来越热闹 哪怕餐厅的经理拦着也没用 根本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全都跑来围观 一传十的效应太强大了 听闻到异类中的年轻强者 在某一包间中跪了一地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怎能错过 黑熊族的熊坤 五色鹿一脉的鹿晴 胡族的胡生都被当场认出 顿时引发大波澜 这些可都是王族嫡系 他们现在都老老实实地 浮在地上 甚至还在瑟瑟发抖 到底经历了什么变故 让他们这样的害怕 有人了解内情 知道楚风在包厢中 早先曾看到他进去 楚风在里面 难怪 这引发轩然大波 地上熊坤 陆晴 胡生这些人羞恼无比 这一次丢人到家 他们恨不得找条地方 扎下去躲起来 但是 现在身体被压制在这里 一动不能动 内心充满恐惧 异类崛起的速度太快 撑得上迅猛 可是他们依旧对人类依旧忌惮 这是烙印在骨子中的东西 各族实现超级进化后 哪怕非常强大了 依旧不约而同的结盟 怕人类反扑 坏了 出大事了 楚风又惹大祸了 让一群异类中的年轻强者跪了一排 但是经过专人确认 那跪了一地的年轻人都是异类 来头极大 老天啊 都是王族子孙 就这么整齐地跪了一地 太不可思议了 这如同惊涛骇浪 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这可不是一两个异类 而是一群来头极大的异族年轻人 都跪在那里 许多人都一阵无语 牛神王确实硬气 可也太生猛了吧 简直是无所畏惧 要将天筒破一个大窟窿 在人们看来 他都已经摊上大事了 孔雀族 盘山一脉都要杀他 没有躲避出去也就罢了 结果又逼着诸王子孙跪了一地 这狠牛神王 是他的风格 有人叹道 不能不叹 真的没谁了 除了楚风 谁还敢这么做 就是那些大财法 面对异类王族 都放低了姿态 谁知道楚风在哪里 我想去现场看一看 哪怕帮不上忙 也得给他站脚助威啊 有人发帖询问 在青云大厦八十八层 组团一起去 结果一大批人出发 要赶到现场去 盛世浩大之极 青云大厦八十八层 某一包厢中 金服面色冷冽 看着贵了一地的熟人 双瞳中射出两道火光 绚烂如同太阳火晶 炽热而又射人 一般的蝙蝠视觉极差 但是他不同 实现超级进化 成为诸王后 像是物极必反 他拥有了一双火眼 金服个子不高 中等身材 但是站在那里 有种压迫感 让其他人都非常忌惮 他的体内 蝴藏着恐怖的神秘能量 他是一位准王 随时会成为真正的王级生物 你们真是有出息 他低头看着这群年轻的异类 活颜璀璨 喷拨出炽热的金色光焰 金服拥有一头黄金长发 连皮肤都有淡金光泽 脸若刀削 看得出这是一个性格坚毅的异类准王 楚风你的确很强 但是这么做是不是太过犯了 对几大王族如此不敬 还想活下去吗 金服贺问 他很强势 面对楚风时非常严厉 因为他也在准王境界 无惧所谓的楚魔王 楚风扫了他一眼 道 他们的老祖宗 如果了解到真相 只会觉得我的处罚太轻 你什么都不懂 不要掺和 放肆 金服瞪眼 对方在轻瞒他 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中 让他眼神凌冽如刀锋 你再跟我说话 不想活了吧 楚风沉声道 所有人都是一呆 就是跪在地下的异类 也都心中打鼓 暗探果然不愧为楚魔王 一路强势到底 地上的异类也有些恐惧 虽然希望金服出手解救他们 但是却害怕他不是对手 因为他们深深体会到 楚魔王的恐怖 若非他们一直被误导 坚信楚风是准王 早该猜测到 他是王级生物了 其实他们现在也已经动摇 准王有这么害人的精神能量吗 他们不能确信 毕竟没有跟准王战斗过 别人怕你 我不怕 我又不是没有杀败过准王 你没资格在我面前张扬与放肆 金服寒声道 下一刻 他的双目中 喷出两道金色火焰 温度高的骇人 向着楚风席卷而去 可以看到 其中一粒金色火星蹦践出来 落在桌上 将酒杯融化 最后更是蒸腾为一团气体 楚风的右手 有银白光焰跳动 轻松探出手掌 直接就将那簇飞来的金色火焰 钻灭 不费吹灰之力 金服神色凝重 他的火眼见出的火星 都可以焚金融石 焰火温度高的骇人听闻 连准王都不敢迎风 楚魔王竟然轻易接下 后 金服感觉到不对 全力以赴 张口间喷出金色连衣 这是神秘的能量波 是该族实现超级进化后的天赋本领 楚风一声轻斥 蕴含着牛魔阴公 如果是他自己在这里无所谓 静静地看着就是了 但还有杜怀姐 欧阳青的人 他们承受不了 哼 虚空中 两团能量碰撞 金服扑的一声 喷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亮腔倒退 面露惊骇之色 这不可能是准王 他第一时间意识到 所有人都被骗了 想到这里 他一阵头皮发麻 同一时间 庞大的精神能量趁虚而入 像是一柄利剑斩来 在他失神式披落 扑的一声 金服再次咳血 精神遭疮 维米不振 身为准王 原本不可能被人轻易用精神能量压制 但是他刚才心神打乱 再加上楚风掌握有御剑术 练了精神武功 直接突他所有的破防御 啊 金服惨叫 头疼欲裂 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也浮在那里 那是一位准王 餐厅中有不少人 见到这一幕后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类跪拜队伍中 有多了一位 而且是准王 许多人都震撼 楚风得有多么强大 一位准王也跪了 刹那间 消息渺传到网上 并且有照片为证 这一番的轰动就更强烈了 人们瞠目结舌 事情闹大了 准王都跪了 这在外界激起轩然大波 让所有人都发猛 楚风到底有多么强大 这可是在强势碾压呀 此时 各大财阀也接到消息 那些高层都被惊呆了 大势力皆震动 青云大厦八十八层 电梯钉的一声轻响 门打开了 一位穿着糖装的老者走出 面上戴着淡淡的笑 这些年轻人 平日张扬惯了 吃个亏也好 想必以金服的手段 能挡住那个楚风吧 我来收拾残局 怎么也不能让一个 人类小子压制的各族 抬不起头来 这是一位兽王 一群年轻的异类 之所以底气十足 就是因为知道他来到顺天了 恩 老者近临近 身材虽然不高 但是气场很足 结果分开人群走到包厢前 直接就被惊呆了 金服也贵了 同一时间他感觉毛骨悚然 头皮发紧 这时遇到了同阶强者 财生出的警罩 让他眼皮狂跳不止 有王级生物为那个小子撑腰 他狐疑向包厢内望去 一眼看到面色平和的楚风 露出雪白的牙齿 正在对着他笑 刷 老者身上的寒毛 全部倒竖了起来 他第一时间知道了 所谓的王级生物 就是这个楚风 简直是一场惊吓 他身体矫健 无比清零 倒退出去很远 拉开足够的距离 总觉得那个年轻人太危险 让他这个老牌王者都忌惮 燕王 金服大叫 他虽然很痛苦 被压制的贵妇在那里 但是却依旧能开口 其他人听闻顿时惊悚 这是一头王级生物 餐厅中的人受到惊吓 呼拉一声全跑出去了 只有个别胆子大的人 在慢慢后退 十分想看到最后的结果 网络上炸开了 有人发出消息 楚风遭遇一头受亡 在许多人看来 楚风危宜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是受亡的对手 早应该离开顺天才对 结果现在大难临头 网络上宣吵 几乎要开锅了 很多人不能平静 到底怎样了 有谁在那里请告知结果 一些人焦急 迫切想知道最终的结局 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张照片传出 那名老者居然对楚风拱手 态度谦和 根本就没有受亡圣气灵人 为我独尊的样子 都给我起来 向楚王道歉 包厢中 老者一脚一个将这些一垒梯的飞起 让他们暂时能动了 他一顿呵斥 让所有人都赔罪 雄坤 陆晴 胡胜等人 一个个都傻掉了 这个老人居然要他们行大礼 向楚风请罪 这太害人了 不是准王吗 怎么变成真正的王级生物 光想一想 他们就不寒而栗 想到早先的挑衅 那简直是找死 这次我就饶你们一次 下不为例 楚风说道 网络上像是被投下核武 引发恐怖波澜 几乎所有人都被震撼了 楚风是王级强者 这让人震惊 瞬间而已 网上一片宣吵声 彻底沸腾 现在楚风成为王级生物 不见得怕盘山一脉了 我很知道 那头老黄鼠狼 怎么让楚风去赔罪 人们兴奋无比 纷纷热议 就是各大财阀都被震住了 那些高层瞠目结舌 对这则消息心惊肉跳 同时有些怀疑 很快 另一则消息引爆网络 更加震撼 爆炸性消息 简直像是18级飓风席卷天下 天啊 让人难以置信 盘山被平掉了 我的天啊 这是真的吗 楚风一个人打下盘山 击毙那里的兽王 天下沸腾 这则消息太惊人 玉须宫中 鲁通事实揭开真相 震动天下 各地兽王惊悚 各大财阀的高层石化 为完带血 鲁通事实揭开真相